Hello,123,聽到嗎? 123,456,Test OK Hello, everyone 我是Fashionista Judy Chow 聽說Vogue要來拍我的家、我的工作室 今天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還有多少荒謬的東西 OK? OK 這就是我本人的工作室 大家看很乾淨對不對 因為我已經打掃了三天三宴了 桌上這邊就是我自己收藏了很多 就是我的設計師品牌好友 幫我訂製的一些飾品大耳環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短髮 短髮的女生其實我也蠻推薦給大家 就是因為你知道短髮其實就會露出耳朵 所以這邊是蠻空的 是我非常喜歡帶這種很大的耳環 這是一個台灣設計師品牌 叫做事務計畫 我覺得跟他們特別訂製像這種 全世界只有一副的耳環 是不是很美? 我覺得今年也很流行那種銀飾 然後mix像珍珠啊 像這種壓克的這種感覺 這一個呢是我去上海時裝週的時候一次帶 大家都問說這是什麼牌子 就是從台灣很厲害 也是剛剛那個事務計畫的 Hashtag就是那個警號有沒有 但是他把它做成耳環 我們直接把hashtag帶在耳朵上 這一個是Daniel Wong 這一副是秀上款的這個很厲害 這也是骷髏頭的項鍊 然後還有別針 我告訴你現在這些真 買不到的 買不到東西才是最珍貴的好嗎 這也是我非常愛的一個人 台灣設計師品牌 Jan Lee 它是做有一點融化感覺的 Jan Lee也是我自己很好的朋友 我希望這件衣服也是Jan Lee 就是也是走比較個性酷女孩的感覺 就完全就是我的菜啊 所以我跟我一堆師傅 全部都是Jan Lee的 就是我跟也是一個香港非常厲害的設計師品牌 叫做Mata Hari 然後這個Mata Hari的主理人呢 就是香港的影后何超儀聯名出的包包 然後這個是一個手拿包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世界上的手拿包 為什麼都要做那麼小 所以我自己那時候跟他聯名 我就說我一定要一個超大手拿包 因為我真的東西太多了 然後那時候跟他們聯名的第一波 就是賣得很好 所以後來又有聯名第二波 就出一個就是那個比較小的手拿包 這個就是真的是紙妝手機的感覺 這是一個香港設計師的 對也是訂製的 這副我就有拿給溫蘭帶過 這副我也很愛 這一個呢它是 它叫做Irene 那個SJYU 然後它是從那個英國回來的一個設計師 然後這個也是我跟他訂做的一個大仁華 通常如果像戴這個 你可能就不能去搭公車或街路 因為你可能會被拉倒 我自己私服很多像這種西裝啊 垮肩線的 這一件也是垮肩線的外套 如果是比例不好的女生 你也可以用這種短板的 也不就是下半身是寬裤 然後上半身是短的 這樣子的配法 你的比例看起來就會很好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透式的材質 你裡面如果穿一個bra 或是內衣其實都若隱若現的小性感 這樣子 我自己真的很愛各種各式各樣的寬裤 然後雖然說這個寬裤 可是它像後背做一個樓空 我很喜歡兩種風格mix在一起 比如說中性mix性感 這也是透沙材質的 就是下半身可以很性感 但是上半身又是很個性的感覺 你如果是全身都穿很黑 你又怕太無聊 然後我去推薦給大家可以 你可以選擇盡量異材質的 比如說你上半身可能是棉布黑色 你再下半身兩皮 這樣子就算全身黑一樣 就比較不無聊 這一件事也是台灣設計師品牌 汪麗玲的 它就是出很多這種反光材質 你去夜店啊 就跟人家合照說來來來來 然後展光一拍 我剛剛到時候照片出來 只有你褲子是亮 其他人都是黑的 就是一個小心機啊 心機女啊 對 我最近幾年滿愛穿球鞋的 而且也是最近幾年的風潮 就是不管你是洋裝啊 或是有點正式的小禮服 不管是什麼都可以搭球鞋 像我這個是Stella Makani 大家對Stella Makani 印象一定都是高跟起來什麼 但它其實也有出這種老爹鞋的球鞋 這個是亞瑟士的小白鞋 跟也是大家推薦一下 你一定要有一雙全白的球鞋 因為它這個就是萬搭 你什麼東西都可以配 除了老爹鞋型的球鞋 我自己人家穿這種 比較更復古球鞋一點 然後這個是高筒的 這個是鋪馬的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反光材質的東西 這個鞋子上面也有 這雙也滿特別的 它是球鞋的款式 它可以它做成高跟鞋 有沒有 我都很喜歡這種有 Mix混搭風的單品 這邊呢就是我的飾品區 我就是用那種IKEA賣戶外的那種鐵網 上面再加鉤子 然後就可以一目瞭然 而且像最近不是疫情嗎 墨鏡也是可以變成是一個時髦 但是又有就是防疫功能的 這個耳掛 它故意中間做一個AirPods 荒不荒謬 就是要戴這種東西 無路用但是很時髦的 其實選擇眼鏡 你就盡量選跟自己眼型相反的 像其實我的臉型 就是很多零零交道 所以我很適合戴這種偏圓框的 雖然說我們看人不要戴有色眼光 但是時尚的時候可以 日本非常多那種古卓那種二手拍賣店 他們的東西都非常的新 但是價格都很便宜 這個Shonel耳環遮完價才5000塊台幣吧 這也是一個台灣設計師 這也是獨一無二阿秀商款 摳摳摳 有人在家嗎 這個也是 那種路邊台 很莫名其妙也是可以很ㄎㄧㄤ 這個是紅綠燈的耳環 只要看它這樣它還會發光 這個也是 我跟你講這根本就是防疫法寶 你戴口罩還不夠 你整個人360度 因為有時候萬一飛沫從旁邊呢 對不對 每個人都慢慢想到 360度就遮住了 又時髦 怎麼會有這麼時髦 又可以防疫的東西啊 現在要講幾樣東西呢 其實都是對我人生具有非凡意義的東西 然後先講一下就是這個工作室其實也貼了很多我的作品 不管是我幫很多藝人做造型啊 還是我那時候受國際彩妝品牌 飛去好萊塢跟30幾個國家的人一起切磋 然後還有我以前登上日本雜誌的封面啊 然後還有我講了TEDX的那一戶等等的等等 就是其實看這些東西才會發現 哇原來自己默默的好像也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其實貼在牆上也是實時提醒自己 莫忘初衷 先講一下這個對我非常有意義的一套衣服 大家給看一下 是不是很美 對它是一個台南非常知名的一個 手工的一個婚紗品牌可謂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穿了這一個 手工的婚紗 然後幫那個WH特有拍了一支結婚的影片 然後後來被他們紐約總部很喜歡 所以好像也有到全球跟紐約總部聯播這支結婚的影片 我一直都是鼓勵大家 勇敢的做自己愛你自己原本的模樣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名牌包 是聖羅蘭的 對因為有一句話說過 香奈兒給女人自由 聖羅蘭給女人力量 就是我一直很喜歡這個品牌的原因 是因為聖羅蘭它的設計就是會讓女性非常的有power 但是又不失女人為 對這幾樣東西都是 對我會一直帶在身上砥礪自己的就是莫忘初衷 哈囉 先來分享一下我的防疫小心得 因為我前陣子的時候大概2月底的時候就是有去杜拜工作 然後那時候是歐洲跟那個杜拜都是完全沒有任何警示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了 但沒想到去到一半突然整個就是歐洲就大爆發 然後杜拜也突然變成三級 然後就是差一點回不來 因為那時候杜拜跟台北是無預警的短暗 但是好險老天保佑 我還是真的有逃回台灣真的是感恩感恩 所以我們之後回來台灣的時候就有居家檢疫14天 在那邊分享一下我檢疫的心得 首先講一下他們這個是柏林時裝州的限定款 所以上面還有那個 對他們給一個柏林的品牌Darmer 現在真的是很槍手 口罩都很完全槍手 他們家口罩是唯一一個台灣品牌有做這麼多pattern 而且很時髦 黑色迷彩啊 這也是柏林時裝州限定款 切斤燕的姊姊蕾絲款 上面還有那個姊姊的英文名字 Jane Shake 然後還有這個牛仔布跟紫色 這個紫色是那個時候 我剛好幫他們拍形象影片的我的 我的那個主打穿搭色 他們後來都直接叫這個是Judy子 這個也是我覺得我自己買到非常得意的 就是一個很時尚的一個透明面罩 你看 還有一個雨衣也是 我覺得我搶到也是很時髦 所以我把兩件雨衣扣在一起 怎麼防禦也可以這麼時尚 OK 我要去市場買菜了 掰